大家好 我是毓民 首先我要在此多謝過去十幾年來 對MyRadio不離不棄的朋友 沒有你們的支持 MyRadio今天不可能繼續發聲 我要在此呼籲各位朋友 繼續支持MyRadio MyRadio台灣直播室已經啟動了一段時間 除了毓民原有的節目在此做直播和製作之外 我們亦正在製作一些新的節目 不久之後將會退出 我們現在多了很多新朋友 新訂戶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紹你的朋友 去訂閱MyRadio的YouTube頻道 這是對MyRadio的支持 令到我們的聲音無遠忽界 第二就是付費支持 你可以通過交月費 或者加入Patreon做會員 你也可以支持MyRadio 天涯若備論 MyRadio繼續發聲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言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好 毓民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回來直播室 剛才那個毓民踩場的jingle 其實都已經很多年了 這個影片應該是 拍了至少有六七七八年的時間 現在你看到的樣子和現在這個樣子 都差十年了 是不是 人是會老的 對嗎 這一節我就說 這個 金門海域 這個大陸漁船 翻船的那個慘劇 死了兩個大陸的漁民 令到兩岸的關係 就非常緊張 是不是 因為現在大家說不定數 這件事 其實就 當然我不是說死兩個人是小事 但是對於兩岸現在 就是一個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劍拔牢 或者有機會拆槍走火 這件事可能是一個導火線 這個危險的地方就是這裡 OK 這件事本身 其實類似這些 大陸的漁民 就是 進入台灣的海域捕魚 接著被海巡柱的人驅趕 是不是 或者台灣的漁民 去大陸的海域 就是去到它那個範圍裡面 去捕魚 被大陸的海警驅趕 這些事一年發生 那麼多次 OK 大家有一個默契的 OK 但是這次死人 因為你死了兩個人 是吧 於是問題就大了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好了 加上現在台灣 仍然是民進黨執政 是吧 他是繼續要抗中補台 這件事他不覺得死兩個人是很重要的 是吧 主權才重要 你侵犯我的海域 是吧 是吧 所以這個態度 就是 包括海巡柱 還有海委會的主委 那個管碧玲 是一個深陸的 那件事 做了幾屆立法委員 是吧 態度非常之傲慢 是吧 於是 被共產黨的 國台 現在才是國台辦說話 是吧 他認為他是冷血 大家又在口水戰 口水戰其實經常都有 我覺得不要緊 但是口水戰如果擦槍走火 變成 被共產黨有一個藉口 其實不是藉口 他現在是天天找那些海警船艦 就來台灣海域 那你怎樣呢 是吧 所以這個問題是 就是 接下來的發展是值得擔憂的 是吧 在這個 2月14日 情人節那天 金門海域裡面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金門和廈門只有五公里 OK 金門和台灣本島 就五公里的N這麼多倍 那個距離 金門和廈門有小三通的 坐船過去很快 就是 十分鐘左右 十幾分鐘左右就到了 OK 那當時 那艘快艇 載著一些漁民 進去 這個所謂有爭議的水域 捕魚 什麼爭議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這個兩岸之間 台灣海峽 就是所謂那個 那個 那個水域 屬於哪一方 大陸一方 還是台灣一方 過去都是很模糊的 但是在這個模糊之中 大家是有一個默契的 這個大家必須要知道的 一向都是這樣的 就是 大家 在台灣那個 就是 軍事力量和大陸 沒有那麼懸殊的時代 在七八十年代 或者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大陸的船不敢來台灣的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 飛機 船艦 告訴你 就殺入你台灣水域 海空 現在是很模糊的 到現在 以前他不會說這些 現在會說 所以 到時候 都是我的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告訴你 九十幾次 所以到時候 不是的 大家有個默契 有些地方是 所以 搞到現在 其實 我們看回 從二月十四日到現在 現在已經是三月十三日 一個月的時間 這件事 雙方面 都是各執一次 當然 我們 撇開 政治 對抗的角度 去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 這隻 這隻魚船 這隻快艇 它是沒有武器的 是不是 它那個不是 入侵你台灣的海域 是不是 它是在 所謂台灣有爭議的水域裡面 去捕魚 接著被你海巡署的人 去驅趕它 結果就發生翻船事件 現在其中一個爭議 就是台灣的官方就認為 不是海巡署的船 撞它的快艇 然後令到它翻船 OK 在追趕期間 它就是 G字形這樣走 你明白嗎 這樣翻船的 這個大家沒有共識的 那講到是不是撞船 國民黨和民進黨 就在爭拗的 自己在內亂 所以現在反而 在中國大陸那邊 它是出紅十字會 國台辦全州的 那些負責人 過來和你談 是不是 但是 在善後那裏 大家說不定數 是吧 因為 那兩個死爛者的家屬 這邊 要每人 賠十萬元 它不是叫賠的 所謂付出金 十萬元人民幣 那他們就 拒不絕手 是吧 這個死者家屬 和福建全州的台辦 這個對台辦事處 是吧 他們在上個月 二十號 一班人 包括這個全州的台辦 包括這個死爛者 兩個死爛者的家屬 另外就是 這個大陸的紅十字會的人 在泉州那裏坐船 去金門 處理後事 一天之後 就回去大陸 大家是說不定數的 但是 那件事就放在那裏 說不定數嘛 有些人說 那說什麼數呢 那你給他十萬元 他就不要 是不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大家 對整件事件的認知 是不一致的 就是大陸那邊 他就會聽那些船 那些漁民的說法 是不是 台灣呢 就是海巡署的說法 那這件事就去到 台灣的立法院 那些立法委員質詢 是不是 那就質詢的過程 因為在野黨現在人數比較多 就出現爭議 是不是 那甚至乎有些說 就是有些說話 就是民進黨的那裏就說 你什麼人啊 你現在幫大陸說話啊 你站哪邊啊 那對於那些 藍營的人就說 喂大哥 我要找個事實真相 叫你官方 告訴我們 那是不是要撞船 是不是 那死了人 那那艘船有沒有武器 那大家在爭論這些 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 其實是 民進黨關人的事 你死人 是不是 又不是死我台灣的人 是不是 反過來 如果台灣的愚民 越過 在大陸的海域 跟著他追趕你 那些海警 跟著船撞你 跟著你翻船 你死了人 那這件事真是大件事 是不是 所以兩邊就爭吵 問題就是 你國民黨和民進黨 天天在爭吵這個問題 沒有意義 大哥 如果我的看法就是 這件事本身的真相如何 那個已經是不重要了 重要是這件事可以被人借傷成毒 是不是 亦都突顯你內部 台灣的內部本身沒有共識的 這件事 那你怎樣跟共產黨抗衡呢 請問 我是關心這件事 這件事誰是誰非 已經沒有意義了 不是 而且這些事會陸續發生的 是吧 他可以叫大陸漁民繼續過來 是吧 看你怎樣對他 是吧 他可以用船殺入你台灣海域 那你是不是開槍掃的 是吧 他會玩這些事情的 是吧 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台灣 你現在兩黨在這裏 你自己鬼打鬼 是吧 國民黨就當你民進黨是敵人 民進黨就當你國民黨是敵人 真正的敵人就是中國共產黨 是吧 現在他只不過是地方的台辦說話 和最高到國台辦說話 你明白嗎 其他他們是沒有說話的 是吧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現在 共產黨會借這件事 就是去考考你賴清德 你5月20日要上任 這個在520之前 這件事有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 所謂合理解決也者 就不會製造兩岸緊張 這才叫做合理解決 對台灣來說是 是吧 如果這件事你沒有辦法在520之前 合理解決 現在蔡英文就關人 為什麼呢 喂 他的任期還有兩個月 是吧 他騙你了 傻子 他不會去摘成 現在台灣的海委會 會管壁嶺這個主委 去處理這件事 或者海巡處 這些軍人 去處理這件事 合理解決 他不會 他就留下這個 這個燙手山戶 就被你賴清德 是吧 那你賴清德 現在要忙於做的事 就是要組織新的內閣 去任命新的內閣的官員 是吧 誰做行政院長 誰做什麼部長 現在有些部長可能要換人 要下台做這件事 是吧 現在這件事就考你了 是吧 是吧 其實是很複雜的 搞下去是 是吧 那這件事最大的啟示是什麼呢 就是 一件這麼小的事 就可以變成很大的事 是吧 是吧 所以真的 很難搞的 就是台灣危險的地方就是 你自己都不團結的 是吧 怎麼可能一件這麼小的事 沒有一個官方的一個 就是很正 就是大家兩邊 都可以接受的說法 是吧 你既然都肯給每人十萬元人民幣 是吧 人家叫你道歉 你道什麼歉 就叫你我執法 是吧 那大家可以談的 是吧 那接著那些立委 就是民進黨的立委 就是馬上撩 是吧 就是質問國民黨的立委 你站在哪邊啊 你是中國人啊 你站在中國人那邊啊 這個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那個意識形態問題 那個事故 而且這一種事件 是經常發生的 是吧 那這件事就會變成一個樣板 就是將來 共產黨會 那些大陸漁民 你會聽他們說的 是吧 是吧 是不是先找些漁民殺進來 然後後面就是 海警的那些艦隊 是吧 你艦隊又少過他 是吧 你海巡柱那些 那些船一定是少過他 是吧 那海域又這麼遼闊 是吧 周圍殺進來 那你怎麼搞呢 是吧 但是問題就是 你又不可能跪的 是吧 是吧 你跟他道歉 叩頭認錯 也是不可能的 是吧 是吧 現在也是 海巡柱 台灣的海巡柱 跟死者家屬 去談的 甚至台辦也不跟他談的 是吧 那海巡柱那些是軍人 是吧 是吧 那在上個月他們 談過幾次之後 那些家屬說要他 就是海巡柱認錯 或者道歉 那這個海巡柱當然不會接受 是吧 那他們說你不接受 你給那10萬元我都不要 是吧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上個月底 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然 就在上海 就跟這個大陸 國台辦的主任信 這個宋濤見面 那這個是預早安排的一個 見面來的 那就是 就是 希望透過國台辦 向死者家屬 表達撫毀 那就表示會監督民進黨 政府盡快發掘 事實做妥善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國民黨副主席 這也是不論之所謂的 你跟宋濤說這些事情做什麼呢 你又不能執政黨 是吧 你是在野黨的一個副主席 那你怎麼叫做 監督民進黨政府 去發掘事實做出妥善處理 去撫毀這些 你監督他 那有些立委啊 大哥 那你去跟宋濤說這件事 沒意思的 於是 你就給民進黨有一個藉口 你去跪的 其實大家如果看夏立賢的資歷 他做過陸委會主委 他是很熟悉兩岸關係的 他做陸委會主委期間 是訪問過大陸 那時候兩岸關係比較好的時候 馬英九時代 他也在外交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做過這個外交部 駐紐約辦事處的 頭的 OK 做過總領事的 那個級數等於你明白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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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都 最高去做陸委會主委的 也都做過國防部的 軍政部副部長 是嗎 是嗎 就是這個夏立賢 是嗎 但是這個人呢 他經常去大陸的 就是去做兩岸交流 他很堅持這個 但是經常都在不適當的時間去 比如在去年的這個 就是前年 現在說的那個九合一選舉 是嗎 他又去大陸 是不是屎法人呢 在去年的總統大選 他又去大陸 是嗎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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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所以這兩岸關係 都是非常複雜 很難搞的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 現在差不多一個月了 國台辦又很高姿態 就是在今天上午開記者會 這個國台辦 就是 國務院對台辦公室 舉行記者會 這個發言人陳斌說 就說 中國有台灣海峽的主權和管轄權 是不是 民進黨是真正的三毛 為什麼會有一個三毛的說法呢 就是因為 講那隻大陸的快艇就是三毛 有無證 沒有船名 沒有船籍 沒有船拍的證書等等 就是三毛 然後他就反擊你才是三毛 所以去到這個層次 這種說法 就是台灣當局 當然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什麼叫做 中國有台灣海域的主權和管轄權 請問 是不是 你一直以任台灣 你有台灣的主權嗎 台灣現在是中華民國政府在統治 你有它的主權嗎 所以去到這個地步 沒得搞的 是不是 還有這個國台辦 今天呢 他那個說法 這個發言人 是很離譜的 那 他意思就是 那 這個 所謂台灣水域呢 其實都是屬於中國的 主權和管轄權在那裡 但是你實際上 沒有管過人一天的 如果你的主權 和管轄權 都是你的 這個海域 那你為什麼不派那些艦隊在那裡駐守呢 是不是 你想想就打仗了 是不是 現在又不會這樣做 那麼 他就說 這個台灣民進黨當局 就是藉著 這個 說這個 台灣海域是國際水域 來的 因為有美國的支持 要把這個台海的航行自由 和全球貿易運輸問題 透過外部勢力 介入 將台海國際化 那麼 這個關於國台辦 什麼事 就是外交部說的 這個是 所以這件事去到這個地步 已經是 我覺得已經上升到一個 一個層次 就是 連國台辦 都說 台灣這些所謂有爭議的水榮 就是這個 主權屬於中國大陸 是不是 還有管轄權的 這個已經去到一個 就是 未知說 我現在可以打你 我要武力 統一台灣的時候 這個就是 他認為 就是有這個理據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 今天還要拋出 聯合國海洋公約 那些相關條款的規定 對不對 其他國家的船隻 可以無害通過 台灣部分的海域 台灣海峽 一直都是全球最繁忙的 運輸管道 對不對 你不要說 這個海域是你的 就是 在說這些 我們自己做政治評論的 我們會從這些細節裏面 去找一些可能出現的 即未來可能出現的 一些 即共產黨未來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動作 對不對 所以現在其實是一個相當危險的時候 所以台灣其實 我覺得現在 最重要 就是在政治上 你朝野兩黨 是一定要 槍口一致對外 這個就是 broking 就是 民進黨的做法 我是很不同意的 但是 就是 他對國民黨 一些人 那些評論 是 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你現在要當中國大陸是甚麼 對吧 就是 我是很希望 國民黨和民進黨 都可以 有一個 就是 共識 就是今天 這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 是台灣 安全最大的威脅 OK 而不是你國民黨經常說 你不搞台獨就沒有威脅 你不搞台獨也一樣有威脅 OK 即是 如果國民黨不搞清楚這些 現在繼續說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現在繼續說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南民進黨說他挑釁中國 共產黨 是吧 就會為台海製造危機 這個已經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講這些 是不是 那個台海危機之所以出現 不是因為民進黨搞台獨 是因為共產黨在習近平統治之下 是嗎 他是會 就是 對台灣 軟硬兼私 會加速那個統一的部分 無論是武統或者和統 和統不成就是武統 國民黨執政他都一樣會教你 OK 沒有搞錯 國民黨執政他就會和你和平 沒有一樣 所以如果台灣這裡的人沒有這種共識 就沒得搞的 只是關門自己打自己 天天在口水戰 把那些百姓的安危 自主不理 你不會關心我百姓的安危 是吧 台灣人民 將來如何處處 尤其是台灣的下一代 怎麼搞呢 是吧 打仗啊 大佬 你看烏克蘭死了多少人 是吧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